三年前震惊社会的蔡晶晶世母案 蔡晶晶一二审都被判无奇徒刑 曾志忠则是死刑 不过两个人否认杀人 还把罪推给蔡晶晶的父亲 这起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 今天上午进行生死变 两人的律师提出了八点的争议点 希望可以争取发回地院根审 蔡晶晶以及曾志忠两人的辩护律师轮流答辩 第一点就先提出当初二审时 两人委任律师是同一事务所不同律师 已经产生利益问题 这样已经违法或不当 无论他们所领取的酬金 是否为法服所支付 在法律上确实是有违法以及不当的 两人律师一开庭就先提出八点争议点 其中第二点蔡晶晶的律师要求 要让蔡晶晶重新接受精神鉴定 他诸多的行为 似乎对于诉讼行为相关的部分 均无法理解 而且对于与律师沟通也有相关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庭护权的指定来源 并不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被告本身 检察官表示 蔡晶晶在犯案时身心状态正常 不过律师认为 在审理时 蔡晶晶确诊有精神分裂人格 会影响判决结果 原审法院对于新宿说法294条 被告在救审当时 是否具备救审能力 以及心神上司的状态 根本是没有调查的 以往都会到场听听的蔡晶晶父亲 蔡晶晶今天没有到场 而蔡晶晶拭案在最高法院进行宣死变 两人律师极力争取发挥更损的机会 不过最后结果还得等法官和审判长合议后宣判结果 UNTV杨子晶卓一姿台北报道